全球第一本米其林指南記錄 指的是汽車零件百科 還是汽車旅行資訊 請請答 來 小慧 妳知道嗎 我可以猜猜看 第一本米其林 米其林指南 我覺得是汽車旅遊資訊 請揭曉 米其林指南是在這個1900年 巴黎萬國博覽會期間 出現的一本產物 在最初當然米其林是在製作輪胎的 當然去了很多的人 他們在修車之餘 也會想要了解一些旅遊的資訊 比如說那我開車的話 我要去哪裡找加油站 或者是在這個 我開車的旅途當中 哪裡有旅館 或一些好吃 好喝 好玩的 所以他們乾脆就把它做成了 一本米其林指南 一剛開始是免費贈送的 可是後來發現 很多人會看 但是只要是免費就不珍惜 甚至有一些地方 會把它拿來墊桌腳 所以後來他們就想說 既然這樣我就要用買的 所以大家才會更珍視 米其林指南以及裡頭的推薦 來 小胃 好 準備開箱 那就六樓之五好了 我選擋擋的隔壁 應該就不是這樣 很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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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 開箱 都是有錢的 九千 來喔 漂亮 謝謝你 我們節目開始一段時間了 現在全部人只有一個就結束 只有兩題 浮誇 請出下一題 燉牛肉的時候 加入一塊陳皮 黑色一小撮的茶葉 可以讓牛肉更容易爛 請搶答 小慧 奇怪對不對 是不是訊號是過不來的 對啊 我也覺得 對 真的 海峽宗憲嘛這裡 對啊 這應該壞了 對 絕對是壞了 我發現我抓到有個小技巧 什麼東西啊 就是要很快 要這樣平得過來 這麼樂於分享 所以不要有個高度下去 這樣就下去了 對 那我知道小慧 就下一次不要按就好啦 對啊 更有道理 更快 更嚴禁職場霸凌 好不好 來 講答案 好 我覺得是一塊陳皮 因為我沒有聽過 放一小撮茶葉 感覺好像放陳皮 會讓它更軟 陳皮請揭曉 好 燉牛肉肉的時候 如果你希望它的肉質 可以更軟嫩 其實可以加入一小撮的茶葉 因為茶葉當中有茶鹼 它是鹼性的 裡頭又富含的氨基酸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 去分解肉類裡頭 比較粗的一個纖維 就可以讓它吃起來更嫩口 同時又可以去除肉的腥味 所以一舉兩得 請出下一題 好誇張的 坐頭巾在獵捕小魚的時候 會先用氣孔在水中噴氣 還是胸臍製造水流 請搶她 天啊 小慧 這真的壞 這一定有問題 坐頭巾 你們不要再檢查了 真 我好怕你們待會兒 我們混到第二回合 你們到後面去修線路了 你知道嗎 讓子彈飛一下 在最高也才九千 怎麼了 對不對 才九千 隨便都一萬二三個回合 你知道的 來 小慧姐 好 胸臍製造水流 胸臍製造水流 那小魚就被打得這樣子 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如果在氣孔 在水中噴氣的話也 好像沒有讓小魚拒絕對不對 快 你選我 妳在問我嗎 選我 選我 妳知道答案 專業的 這坐頭巾我們拍過 他獵捕小魚 他們其實就是坐頭巾 他們會團隊合作 他們會在這個水底下 然後開始繞圈 然後開始吐出泡泡 然後把所有的小魚圍 就是有點像一個泡泡網 然後把所有的小魚圍捕 在這個泡泡網裡面 然後最後就在海面上 就是一口把它吃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 就是科學家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沉寂 因為在整個地球自然界 大概只有坐頭巾會這麼做 所以他們叫泡泡網捕獵法 所以你就會在空中 就會看到這樣 而且都是圓形的 他們就是好像 就是大家有一個 就是會有一個首領 然後就會發一個信號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 依次的 然後從下面螺旋上的往上升 然後開始一直吐泡泡 所以是 就不是製造水流了 對 所以應該是 在水中噴氣 就是在水裡面吐泡泡 然後捕獵 所以這是很有名的 泡泡網捕獵法 噴完氣不就沒氣了嗎 你知道坐頭巾 因為他們的肺活量很大 所以他們在水中 一直吐泡泡 最後他會在水面上 然後吃魚 氣孔 可是他選的是胸脊 胸脊製造水流嘛 請揭曉